55岁这一年,因为一个人的死,名将七纪光陷入了人生从未有过的困境 他将要面临皇帝的霸旨、血藏和封杀 这一年是万历十年,6月 随着帝国首府一代名臣张居正的去世 20岁,觉得自己被张居正压制了多年的万历皇帝朱一军 决定开始清算张居正的遗党 有人向青年万历上奏说 拥兵数万镇守纪州达16年之久的总兵官七纪光 名义上守卫着毗邻北京的帝国边疆 但实际上却是张居正豢养了一只大老虎 不得不访啊 这是足以致命的死罪 这位在东南横扫倭寇、北极蒙古的帝国名将 眼下处境窘迫 而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西碧江陈文志等人 则到处在京城散布谣言 说七纪光曾经在半夜给张居正送过信 南部城市曾经立谋造反 眼开了万历皇帝到处在整治张居正党羽 整个帝国顿时风生四起 陈文志等人则看到了打倒七纪光 取而代之的机会 皇帝要整人 眼下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 老将七纪光自然是处境不妙 风雨飘摇 但在艰难之中 还是有人坚持说了几句正义话 宾科都给市中张鼎思说 七纪光先是扫荡倭寇12年 后来又北极蒙古16年 为大明帝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朝廷岂能全部抹杀 听到这些话语 万历皇帝若有所思 最终 被认定为张居正党羽的七纪光 被从拱卫京都的冀州总兵任上 调离到偏远的广东当总兵官 而作为七纪光的弟弟 贵州总兵七纪美则被革职 七纪光的老部下 浙江总兵胡守人随后也被弹劾革职 得知驻守北疆十六年的七纪光 要被贬调到广东 济州的老百姓扶老邪幼 自发前来为将军送别 从1568年 七纪光坐镇济州后 长期以来 频繁从济州一带侵略入境的蒙古大军 在七纪光的打击下 几乎销声匿迹 在1568年之前 作为大明帝国的九大军区之一 济州镇十七年间共换了十位大将 却始终无法防守住蒙古人的入侵 而在七纪光坐镇的十六年间 蒙古人在七家军的打击下几乎顿逃无踪 但眼下 帝国边疆的守护神 却在政治斗争的清亚下 要被迫离开了 这名震慑蒙古人十六年之久的帝国名将刚一离开 蒙古人就开始欢呼雀跃 骚动着开始了多年未有的入侵 1583年六月开始 在沉寂多年之后 他们经由冀州入侵 没有了七纪光坐镇的帝国边疆 即将迎来多世之秋 而季末的七纪光 只能在广东 整理他的兵书计销新书 对于一位将军来说 最痛苦的不是战死沙场 而是屈死于政治斗争的角落 其实 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当官 维疆 何其之难 与七纪光同时代的海瑞 抬着棺材给家境皇帝觐见 侥幸活命 却被帝国的官僚们看成是孤民钓鱼的呆子 对七纪光赏识 有加 提拔恩御的张居正 将腐烂透顶的大明王朝治理的国库充盈 兵强马壮 却也难逃在死后被万历皇帝清算的命运 说到底 管他名臣还是干将 在家境 龙庆 万历等皇帝们看来 都只是大明帝国的家奴而已 帝国需要你识 你要照之即来 帝国不要你识 也能让你人头落地 身败名裂 能保得一切性命 已属万幸 所以 一名将军队点触 又算得了什么 在广东 七纪光手下只剩2000残兵可以指挥 并且例如兵员补充 士兵训练 军官选拔等事物 他也无权插手 然而 他不甘寂寞 仍然拖着老兵残身 带领士兵们巡视惠州 潮州 赵州 庆州等地的兵备和战首 然而政治斗争 还是不放过他 张居正死后两年 1584年 万历朝廷针对张居正 营业的清算运动达到最高潮 张居正的家属被抄家 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被迫上吊自尽 在此情况下 被贬出到广东仅仅一年多时间的七季光 连总兵官的职务也被罢免 然而 他还是得上奏谢恩 感谢万历皇帝让他活着退休 圣宁独见孤臣 眷位衰也 他这一生 转战南北 歼灭倭寇 北极蒙古 为国杀敌总数达15万人之多 到了晚年 却不得不为帝国和皇帝对他的开恩 表示出诚惶诚恐的感激 1584年 57岁的七季光 在戎马一生后 被罢官回乡 属下们知道这位名将的委屈 送了一城又一城 广东参政陈海山和广东参议梁木湾 将七季光从广州 一直送到了广东边境的韶关南雄一带才返回 他们知道 此生 再也见不到这位传奇名将了 七季光 在途经广东与江西赣州交界的梅官时 写了一首诗 却把梅官当御官 他仍然在梦想为大明帝国束手边疆 然而人生如梦 57岁的他老了 大明帝国风雨飘摇 万历皇帝或许不知道 就在七季光被从广东罢官的前一年 1583年 一个年仅25岁 名叫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人 已经凭着十三副仪甲 带领着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 在东北起兵了 当一个崭新的军事势力崛起 大明帝国最为金汉强干的名将 却正在被罢出返乡的路上 当七季光回到山东彭来老家时 他的弟弟更早被罢官遣返的贵州总兵七季梅 已经先行病逝 当时七季梅的妻子李氏也已病逝 看到成为孤儿的侄子七寿国 七季光嚎啕大哭 他驰骋江场几十年 血洒战袍从未变色 眼下却终于体会到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乌漏偏逢连夜雨 七季光的结发妻子王氏 也在这时弃他而去 早年 他与王氏夫妻情深 然而十几年间 王氏所生的孩子全部夭折 在那个信奉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年代 他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儿子 最终他瞒着妻子 在十二年间偷偷纳妾三人 先后生下五个儿子 王氏多年之后才发现 在痛苦之中 他手持着匕首要去杀他 但夫妻两人最终抱头痛苦 后来 七季光将他的小妾陈氏所生的儿子七安国 过继给王氏抚养 才算是了一宗心事 然而当他回到家后 儿子七安国也病逝了 王氏万念俱灰离家出走 这使得七季光的晚年 愈发孤独和落寞 他被罢官后 北方的蒙古人仍然不时入侵 东北的女真人正在崛起 但大明帝国却仍然醉生梦死 从广东罢官还乡的第三年 1587年 在一篇《献叠家庙》的著文中 七季光向祖先们汇报总结自己的一生 虽用祖宗之姬已多 未能为之义 亦未敢为祖宗类影 也使说他曾经买过千金鸡 进献叠张居正 似乎为了办事 有时也手段特殊 而且明史的张廷律等人 则说 七季光瞒着老婆娶妾操行不如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 他一生奉公爱民 对有困难的部将和氏族慷慨解答 亲情相助 而自己却在晚年被罢官返乡后 一贫如洗 临死钱 甚至连看病问药的钱都没有 连一个郎中都请不起 一直到他死后 人们才发现 七季光没有留下任何价产 这位文采同样出众的武将 一直到死后 不惜污蔑他的政治对手们 才尴尬地发现 除了留下几千卷书之外 他空空如也 一贫如洗 与那些他们亲密传播七季光 说好腐败的故事相去甚远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 公元1588年一月 大明帝国的边疆保护神 61岁的七季光 在贫病交迫中含恨死去 而对于七季光 这样一位特进光务大夫 少保兼太子太保 左都督的一品高官 抗窝抗猛名将的去世 万历皇帝和整个大明王朝 似乎毫不在意 或许在他们看来 作为张居正的余党 七季光能正常死亡 已经实属乱性了 在政治运动的发起者 和参与者的看来 这已经是他们 对待七季光最大的怜悯了 七季光死后四年 1592年 封臣秀吉派遣日本军队 入侵朝鲜 史称人称窝货 随后明朝军队进入朝鲜 协助抗击日本侵略军 一直到此时 大明王朝在 国南四粮江的痛楚中 才想起了那位 早已在政治运动打击下 育育而终的 抗窝民将七季光来 于是 大明帝国礼部的官员们 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评价 给了他死后的优待和续典 大明帝国痛悔的 不仅仅于此 因为就在七季光失事的当年 1588年 30岁的努尔哈赤正式统一了建州旅阵 七季光死后31年 万历47年 没有了七季光等名将坐镇北方的大明王朝 派出12万大军 最终在萨尔府之战中 对努尔哈赤的6万军队积得溃不成军 从而掀开了大明王朝灭亡的序幕 那个在抗窝抗盟中百战百胜 却被他们 弃之如必喜的帝国名将 那个让窝寇和蒙古兵闻风丧胆 却被他们看作张党名业 一脚踩翻在地的兴棋的老将 已然老死江湖 而那个市民将如草芥的帝国 又何尝不是迅速步入了尾声